同學留意 現在講的是1314中EMMC的第13題 亦都是會考35題 會考的選擇題 第一件事我們分析這題目 電池的電壓是3.6V 電荷量是800mAh 各位同學 這個papacity容量是電荷 電壓是3.6V 如果現在給3天的時間去放電 請問你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 首先電學上方要計平均功率 就要是電壓成電流 電流是3.6V 不會有什麼差池 電流是什麼呢 就是Q除熱鐵 Q剛才講過 就是這個 800除1000 因為800mAh 其實就是800除1000 轉換成安培 由微安培 變成安培 1小時 是有3,600秒 3,600秒 這就是3,600秒 各位同學 我做的 其實是Q 因為放電的速度 是用3天的時間 3天每24小時 每小時有3,600秒 總結 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是用電功能 是一個充電的電池 用3天的時間去放電 這3天 它都可以維持電壓是3.6V 然後我要計算電流 電流用Q除time 然後剛才講過 Q就是用800除1000 乘3600 而日子就是這個 好了 在這個時候 約定數 約定數 如果約定數的時候 這裏 就應該會變成0.04W 所以答案就是 40乘10的-3 那麼多個W 也就是等於40個MW 所以這題 這題的答案就是B 這個答案就是B